1月2日要吃饭了 吃饭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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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 捡的最多的是什么垃圾 是烟头还是纸 还是水果 水果皮 还有烟头纸都捡了 但是还有水果 还有箱子 但是只有水果皮才要捡 那说明水果皮大家没有乱扔对不对 那乱扔的是什么呀 我看看 是和纸和纸和煎头 好像是烟头比较多 看看小弟弟的 打开 小弟弟烟头也多 看看小弟弟这个里面 哦 小弟弟这个里面烟头是最多的 小弟弟今天是捡烟头大王啊 是不是 以后杨阳会不会乱丢垃圾了 不会了 那如果看到别人乱丢垃圾怎么办呢 他就想回来啊 那还要告诉他们不要乱丢垃圾 对不对 他就放到垃圾盘去